今日如法 法国从尼日尔撤军 撤大使 法国大概率是要对尼日尔够了 就是要认从服软投降了 今天最新的消息 法国将从尼日尔撤出军队和大使 自7月尼日尔争变后 马克龙当局一直不承认夺权的军政府 两国外交关系那是急转直下 西共体还对尼日尔发出了战争威胁 甚至最后通牒 好在这一波并没有真打起来 一方面同样是军政府政变上台的 布吉纳巴索和马里 于7月31日发布了联合声明 对尼日尔开战等同于对布马两国宣战 另一方面 法国和美国没有兴趣 也没有能力在非洲开辟另一条战线了 最惨的是法国大使 他8月25日就被要求48小时内离境了 但法方那会还是比较强硬的 拒绝了尼方的要求 尼方也不惯着 时间一到就把法国驻尼亚美大使馆的水电给掐了 同时禁止食物运入 甚至还截获了一批 试图偷运进大使馆的牛角包和法棍 9月马克龙开始在公开场合抱怨说 法国大使已经被当成人质了 吃喝送不进去 只能啃军粮 相比之下 法国驻军方面条件都好了很多 毕竟是不对 在尼亚美的空军基地 吃喝用电还是不愁的 只是经常有群众在军事基地前 游行示威 有爱观瞻 终于到了9月24日 马克龙绷不住了 发表声明称 将从尼日尔撤回大使和军队 年底前撤完 对此 尼日尔方面则表示 这是尼日尔迈向主权的最新一步 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 不再受欢迎 借世大臣里的一句台词来形容 这要割以前 就该派战舰了 对法国来说 这个以前还真不太远 比如说2011年3月20日 英、法、美等国在利比亚上空 划定了禁飞区 法国航母戴高乐号 带头冲锋 率先派出舰载机 对利比亚进行了打击 之后的几年 在叙利亚内战中 法国也乐于跟随英美 进行对外武力干涉 而这种种行为 实际上就是粗暴军事干涉 他国内政的帝国主义行径 这次法国在尼日尔的退却 避免了战争 确实是好事 但与十年前武德充沛的法国相比 如今简直太怂了 虽说大家经济都不太好 但被前殖民地踩在脸上输出 却是有种帝国迂晖落幕的唏嘘感 对于法国来说 其非洲政策正在崩溃 法国前驻美大使 热拉尔阿罗在8月1日刊文称 法国的非洲政策应当重新修订 不要指责俄罗斯 抢走了法国的非洲盟友 实际上俄罗斯只是 非洲反法情绪的受益者 这一点其实比较明显 诸如瓦格纳这样的 俄罗斯私人军事武装集团 往往是在一个国家 发生军事政变后 才介入开始拓展业务的 就尼日尔政变来说 就连美国政府都声明 并不是俄罗斯推动的政变 热拉尔阿罗还称 法国不愿意放手非洲的原因 并非是商业上的 整个非洲只占法国 对外投资的4%到5% 而近两年集中出现 军事政变的萨赫勒地区 仅占法国对非投资的10%左右 问题在于 法国并没有像独立国家那样 平等地对待非洲国家 走不出这个殖民主义的情怀了 法国输出的文化和制度 放在非洲反而让其腐败丛生 运行效率低下 而许多年轻非洲人 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这种反法情绪 是极易被政变者所利用的 即便其上台的目的并非是解职 可能只是单纯的文官政客 效率低下 治国无方 甚至可能只是分赃不均 但政变的军事领袖 都可以说 我们这是要反法反殖民 反法可以说是绝对的 追求民族自觉的政治正确 同时也是客观上的制度需求 非洲国家只有寻找到 一条属于自己的 可以落地的发展策略 才能去除主权腹外不幸 达成真正的上层建筑的去西方一户 否则只是解除了旧之民 而陷入了新之民的陷阱 只是新上台的军政府 能不能做到 还是得打个问号的 此外对于法国来说 向非洲出口其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 造成的问题往往是一个 孱弱的中央政府 这很正常 因为这种民主改造 就是意味着政府要放弃权力 弱化中央 但在这种尚未完全完成 中央集权的地区 弱化中央只会造成 地方的分封化军阀化 最终的结果就是 越复制西方制度 地方越强 叛军越多 为了打击这些叛军 非洲国家又不得不向 前宗主国求助 而这些前宗主国 也愿意为这些国家的部队 提供训练 最终中央文官集团越来越弱 军方越来越强 地方叛军越打越多 在这种模式下 只要文官集团治理出现问题 军方政变或者陷入内战 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了 恰巧最近的国际经济局势很差 非洲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政变和内乱就多了起来 西贡体并没有像他们的声明那样 急于派出军队平定尼日尔 恐怕也与他们自身面临 类似的问题有关 说到底 摆在所有非洲国家面前的难题 与几十年前相比 没有太大的区别 依然是去衣服 去主权负外部性 不一样的是 近几年西方国家 对外部武装干涉的能力 是在下降的 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非洲人民也需要探索 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